三個七十後港巴,有火又有仇 逢星期一,和你炮打時局,論進教育,鬧包文化藝術 大佬東,阿東,B1,小你阿爸 剛才我們說說那些這麼古代的歌曲 很難為你七十後懷緬一下 如果你去到十月二十三日,你都未找到女兒,未找到舊玉 你就用iPod聽著《Last Christmas》 穿著厚厚的衣服,在海旁吹風 嘩,多稀開,不能 還要對著《男人的浪漫》,還要對著《青島》 人生裏面,差不多四十年人生,當然是試過這些景環 每年我聽這首歌都是聖誕指令動作 我聽到幾個字,嘩嘩嘩嘩嘩嘩,又一年 又想起你,剛剛那女兒跟你分手後應該跟第二個 對,然後自己在喝清島的 還有這首歌,《Last Christmas》那首歌 跟剛才我們第一節說的商場的聖誕歌 其實它的效果是一樣 效果一樣,《Last Christmas》那首歌 就不是購物和消費,是關於分手和失身的 對,那邊的 也是聖誕三大意義的其中一環 對,沒錯,我們講完這個《Old School》之後 我們就特別要標榜一下或者表揚一下 劉國斌網友 劉國斌先生,因為重溫是看不回這個《Check Room》的 我們為了要讓B-1重溫的時候看到這句話 我們就要講一下劉國斌先生的這句話 剛才說了什麼? 我們上一節,因為他可能一按就按第三節 所以上一節,其實我們是說 一個小朋友的Role Model是什麼 我就把大老東和B-1都成為我的Role Model 我都有土土台獎的欣賞和表揚 講到B-1的時候,就看到劉國斌這位網友 就對B-1都有些看法 說他對首時有很獨特的看法 他沒有說是不是B-1 他可能是說我 當然是說你,永遠最準時是我 當然,我今天六點半在這裡 準時一些,這些概念很短的 剛才我想回應一下 我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人 Role Model在我成長的時候 不過我經常覺得 如果說我其實的人比較追求進步 除了會逼自己看多些書 多些觀察其他人之外 其實我真的發覺自己有一個傾向 就是如果我覺得那些朋友 他有一些性格上的不同的成分 是很值得我學習,令我進步的話 我是會跟他結合的 我有一種傾向就是 我覺得我相信近朱者赤,近密者赤 甚至乎有些人 可能他未必很願意 吃飯,我從小到大是有這個傾向的 因為如果我覺得我可以去他身上學習的話 我是會跟他比較友善 我和你做了朋友,我真的很有榮幸 但是我和你之間也不是太積極 其實我和你之間也不是太積極 我看得錯 我看得錯,特意走空位給你1比0 特意讓你進去 龍門走幾步讓你凹死 其實我們去到第三節才進去 你一夜都算是小事 有變幻在那裡 去到第三節都差不多是11比0 你11比0 我已經接了 我在你身上也學了很多東西 真的嗎 因為那天我記得 反國教那天 你在電視那裏就宣佈說會絕食 我看新聞直播見到你 我跟兒子說 我是爸爸朋友來的 他很有火的 他真的為了要堅持某些信念 他會做一些事情 我有這樣跟他說的 我老婆也在 那些火已經燒死了 不過我覺得你剛才提到一個項目 叫做近朱者赤 近墨者赤 我相信的 我很小時候已經相信 其實這個是正確的 但很有趣說 不是我爸爸媽媽影響到我這樣 是自動自然自覺 其實你爸爸也是這樣的 有一種叫做不自覺遺傳 其實反而反過來 或者是不自覺學習 你自己 我爸爸不是 我爸爸是很活該的 我爸爸是那些 他不會看這個節目 我妹夫是會看這個節目的 我爸爸是很活該的 但是我爸爸是那種 挺喜歡認真的人 他喜歡群的朋友 那些朋友是會 會包掌他 大哥好厲害 老闆 好厲害 如果有人 他和我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如果就算那個人 開頭和我不熟 而表現到好像有些看不起我 但是我在他身上真的會學到東西 我反而會主動和他結合 大家建立了關係之後 他就不會再做一些事情 是看不起我 但是我爸爸就不是的 我爸爸就是如果那個人 已經最開始不熟的時候 已經表現了那種不屑 或者其實你都不是那麼聰明 我爸爸就會完全是 不會跟他結合 我爸爸是喜歡那些 人家會覺得他聰明 覺得他厲害 他就會群那些人 即是阿東阿閃你很厲害 對 很厲害 真的 因為他有很多朋友叫他做師傅 師傅 他也是太極師傅 也是中醫師 師傅很厲害 他在那些朋友 我簡直看得到的分別 我簡直感覺到在那些朋友 他的人是很 那樣就感覺到自己的自信 沒錯 是很有那種意氣風化的 特別意氣風化的 這個看得出來 回家吃飯 經常會有衝突 就是因為我媽媽的口 就不收 有時候有些位置 就直接辣到他 一辣到那個感覺 就是他覺得自己 即是我爸爸 覺得自己不被尊重 他就扯放了 即是外面那麼威風 沒錯 帶著頭盔 沒錯 我爸爸平時沒有東西 也有些幽默感 說出來很流利 很好笑 但是當一辣到他那種尊嚴 即是一打爛他的尊嚴 他就很不開心 他和我最不一樣的就是這裏 因為其實在我的角度 無論那個人 開頭對我怎樣也好 只要我覺得他不是溝溜溜 只要我覺得 我根本不需要花時間 跟他建立什麼關係 因為他根本 都幫不了我 有什麼掌進 幫不了我進步的話 我就直接可以不理他 我當他人生一個過客 但是如果那個人 我真的欣賞他 我覺得他會幫到我進步的話 就算他開頭對我印象不好 我都會和他主獨做好朋友 所以你這件事 我有點想說 我就和你調轉 我就很濫交 我是相反的 我不會說 因為 我是看 我就很死除緣 緣分之間 合 就可以做好朋友 濫交我同意的 不過我覺得人生時間有限 明白 我明白你的項目 我正想說 有些朋友都很像你一樣 真的幫了自己的朋友 就去花多點時間 去跟他相處多點 或者在他身上盡量 學多點東西也好 大家互相交流 一起進步也好 其他如果幫不了你 或者是在興趣上面 或者工作上面 就盡量沒有什麼所謂 我又不是 我只是說感情 如果你重視我這個朋友 而我又重視你 那個重視的意思是 大家可能只是感情的交流 即是說 大家可能出生入死過 或者經歷過一段歲月 又或者過 可能是 一些感情感的交流多點 就說 可能那個人完全幫不了 你明白嗎 可能那個人 你認識來也是沒用 我爸爸經常罵我這件事 你不要經常和那些人一起 你叫廢 沒有用 跟那些人 浪費時間 你為什麼要跟那些人做朋友 你為什麼要跟那些人 又幫不了你做生意 又幫不了你做生意 又累咎你 教你去宵夜 等等 但我又不是 我又 我又是 我又是 很珍視每一個人 相識可能一個緣分 而又 命運使然 你們有些事情一起做 我就會很珍惜 因為其實有些人 就算你對他很長的時間 或是做同事 對他很長的時間 但其實你 不可以做生意 就不可以做生意 如果做生意 有些 我就 我 衰得說 我 我 是不會跟欺人做朋友 我不會跟一些 特意巴結你 我們要有獨立思考 清晰思考 好了 欺指一個器官 沒錯 那欺究竟 變成欺法呢 到底是化欺還是老母的欺 看法不同 那什麼是欺人呢 我最害怕就是那些 反過來 我最害怕那些 走來 和你把揭你 和你說 哇 阿東厲害啊 你厲害啊 我最怕 我真的最怕 那些 當然認識了久的朋友 你這樣說 當然是沒問題 一來到二話不說 就走來 哇 那位 粉絲不算 我講的是一些 以前學校 或者工作的情形 底下認識的人 有些人會專門 就是 拗巴結你 我不行的 我跟那些人 無事顯恩勤那些 我很擔心 我就會 敬而遠之 Hold back 是的 或者是不合談的人 或者 什麼叫不合談 不合談很自然 做不到朋友很自然 有些人 是 講的 是 是 自己吹大幾麥 大吹大雷 那種人 我好像 如果是你 那些 應該是 是 他大吹大雷 之餘 他感覺到 你 其實是不受的 而你 亦都不會說 讚我老爸 那他就 不會跟你做朋友 他絕對是那些人 你主動希望 你主動希望 而我一把 我一把 就是客觀地 那些人 周圍 那些人已經是這樣的 事實上 那些人 是真的可以在你老爸 那裡得到利益 是的 可能是 或者是 他的伙計 即是 來來去去 那些伙計 那些 玩的 那些 那些 你請 當然好東西 你請我 我都說你好東西 對不對 整件事很合理 所以 你請吃飯 當然好東西 你請吃飯 當然好東西 那天 我去做 社會服務 我去做 社會服務 突然間放假 有個老闆 請吃飯 請我們去小桃園 老闆都說 很厲害 真的厲害 他去了工場 那裡 很厲害 我不是假的 但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所以 在這樣的氛圍下 很容易會令到 一個 人 就會 有點彎 所以你說 近朱子 一隻近墨子 選擇朋友 也是一個 role model 很重要的東西 什麼叫 對一個小朋友 影響很大 所以 去到現在 我們看回我們自己的兒子 你兒子多不多朋友 他好像比較靜 他第一 比較靜一點 第二 不要說多不多 其實他一年多 大家都是同學仔 事實上 也有一兩個 他是特別朋友 都清兄道弟 開始有一個兄弟的概念 對 老死的概念 對 會聊電話 會一起上網打機 我兒子五歲 還沒有 他五歲 我看到他畫聖誕卡 我畫聖誕卡送給誰 我送給丁丁 誰是丁丁 男是女 是女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其他人我不送 我只說給丁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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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蝦條 很快就會做老人 真是 氣死 他也有些死狼 他對面的鄰居 有幾個 朋友 那 其實 為什麼近朱尼 近麥仔黑 是 重要呢 因為很多父母 其實 就是盲目地去相信這件事 所以 那些名校 就鬼使地受歡迎 也都 甚至去干涉 到 子女 去怎樣對待他 身邊和他一起玩的小朋友 其實這樣是很變態的 我覺得這件事 做朋友都要控制 我覺得是很變態 其實我們上一代 都有一些父母是這樣的 我們那些 就是 我爸爸叫我不要群你那麼多 我媽媽叫我不要經常和你去玩 絕對有 就像歷蘇這些 死狼的壞朋友 我小學的時候有一個朋友 我跟真歷蘇去家輕輕大過 跟我媽媽說 我小學的時候有一個朋友 是真的 我們有幾個人是朋友的 有一個 朋友的媽媽 她真的刻意打電話去 給我們的班主任 告訴她 叫我們這幫人不要群她的兒子 這麼多 不要接近她的兒子 蛤 是啊 是會做這些事情的 這麼變態 是啊 但你對她的兒子做過什麼 你搞她 彈她的兒子 沒有的 她只不過是覺得我們住屋邨 可能 是啊 真的是這個原因 這樣也可以 不過有的 就是歧視 怪獸家長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term 以前也有的 不過沒有這個名字 那 既然做Live 我見到 Therum有留言 就回答你 Teddy 我還有時間做 所以大家不用問 至少都做到明年 都不知道幾多月了 三四月 你預備了一段影片 開下一個 topic 已經不夠時間了 所以說一下Role Model 我們香港人就好一點 不用受到洗腦 你是否想說毛澤東是我們的Role Model 沒有錯 在大陸是被迫有Role Model 我先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看 我們要擁抱紅色江神 希望寄託在你們的身上 毛主席翻身 放心 A貨來的 毛澤東120歲銘獸 左派找90號瘋狂窗號 石牌 有 革命中 有 紅旗 都有 上個星期六 是毛澤東農曆生日 山西太原 有人趁機在太原理工大學開P 殺死效忠毛澤東 中國出了毛澤東 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寸山河一寸雪 十萬圈珠在主力 有一部分毛主 有一部分當局的證書 背後的黑手 在他們擔分別戶 利用一些現在年輕人的無知 來達到他們母種個人政治目的 二 一 好 讓我們招呼 毛主席萬歲 中山大萬歲 在河南 就有毛澤東雕像揭露 而北京、上海等地近日都有紀念活動 在北京就有人派毛澤東撕上小札子和襟像 來近日星期四 就輪到毛澤東駕西力名授 北京會舉行最高規格價紀念大會 黨總書記習近平會有長篇講話 不過中紀委網站昨天就刊登文章 我毛澤東一輩子都沒有搞過生日會 吃過最好的都只是一碗紅燒肉 中共現在搞大龍鳳 難道想做飯? 這個點子真是好笑的 林美真是 毛澤東一輩子都沒有搞過生日會 你們這些傻子 死了一百二十週年 你又搞了冥壽一生的劍撲 你如果說劍撲 但其實都是假的 所謂劍撲都是屈機的 我以後說的話 可能代表了我自己的立場 永遠都是 可能真的是極端的 你問我 我覺得 毛澤東尤其是 他挑起了文革 可能之前餓死了很多人 我覺得他的罪 他的罪狀 是真的慶祝難輸 是真的一個千古大罪人 我覺得他的罪狀 其實 如果你說 在我自己的角度 這個很個人的角度 大家可以不同意 我覺得他的罪狀 比日本當年侵華 因為日本人 只不過是他 因為他自己的國家 不安全 經常都有一個 陸沉或者滅亡的危機 所以他就 侯著中國 這個地大脈搏的資源 所以他就趁你職藥 入侵你 他是為了自己的民族 所以做了這麼殘忍的事 事實上 在人道的立場 當然是說不過去 怎麼都是錯的 但是他 起碼都是為了自己民族 而毛澤東這個人 他是殘害我們自己民族的人 即是 而他反正去搞死的人 比起侵華 其實是更多 是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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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是中國 幾千年的歷史 所以 不要說毛澤東 他本身的罪狀 如果現在說的是 那些現在的領導人 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為了維穩這個目的 而將那些罪人重新捧出來的話 這個罪行也是很大的 都是滔天的 所以他其實是 中國歷史裏面 一個最大的暴君 當然剛才你的比喻也很精彩 即是 其實在共產黨治下 中國死的人民 是多過你 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侵華的時候 死的人 我什麼都不要計 對世界的人口大膨脹 是有貢獻的 是 當然 但是 其實你可想而知 即是無論從歷史角度 任何角度 這個都是一個暴君 而可以今時今日 還可以歌頌一個暴君 一個政權 你想想 世界裏面罕有 世界人類的歷史 是罕有的 現在現代就更加罕有 現代其實是 你中環人類歷史是近乎沒有發生過的 是一個這樣的暴君 他焚書坑魚比秦始皇更加厲害 他對中國文化的殘害 是比起任何一個君主 是更加的厲害 你想想 現在日本仔 走去靖國神社參拜 都要靖雞雞 有可能被人譴責 他們自己都要偷偷看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包揚著一個這樣的暴君 他的銅像 然後慶祝他的獸臣 冥獸 這些真的 完全是很罕見的 在我們現代的文明裏面 那種中國人 那種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已經去到極致了 你一直以來 被他們這樣壓著你 這樣殘害你們自己本國的人民 你還可以當他們 像一個神 去供奉 還會覺得 有些人都會走去 覺得他會保佑你 你會見到 其實那種 中國人 現在的 傳活的中國人 那種思想的 那種可怕 也都見到 中國共產黨 對中國人民的危害 對那個思想 at least 對思想的危害 有多可怕 你看看他現在在做什麼 他現在還對著 新生學子 找一班 為了自己的政治 說得很好 為了自己的政治 一定是政治目的了 這個一定不是 難道他們整班 那些高層 真心覺得毛澤東真正正 哪個中國人 沒有吃過毛澤東的苦 沒有人會真心覺得他是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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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中國人沒有吃過他的苦 所以 他們可以為了一些政治的目的 而令到那些小朋友 令到那些年輕的一代 可以去到這樣的 即是去到做 還做完這些 這些已經絕種的 文革式的 這個崇拜 拜鬼 這種愚昧 這麼愚蠢的行為 最好笑的是什麼 找個A貨出來 扮毛澤東 就覺得是真的 然後群眾就說 嘩 簡直就是那種愚昧 即是那種愚昧 那種愚昧 愚昧 你說去到一個 要幾多年 才可以 顧本清源 是不可能的 我們現在是批評 但我們的批評也挺有趣 現在是 我們相當批評毛澤東 這件事 真的非常有趣 但回到小禮阿爸 就是在說 我們剛才看到 在畫面裡 我們的下一代 其實是被人在荼毒 沒錯 我們現在在香港 都叫做有自由的思想 和 有自由的言論 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更加 要播這些片 給我們的下一代 然後告訴他們 這幫人很愚昧 千萬要有獨立思考 不要像他們那麼愚昧 所以 為何會選這條片出來播 亦都給了我一個 衝擊 是因為 我們也有小孩 假以時日 如果我們繼續 蹲蹲蹲的時候 繼續被他 胡亂撒地來的時間 我們不難保 即是我們難保有一天 香港是會變成一模一樣 他叫他上 我相信 那幫小孩 那些負責 就是 我不相信 那些是九十後來的 其實已經有分 差不多 年紀了 我不覺得他們 很多人 真的 全部人都是真心地去做這件事 很多人都可能被選出來 或者其實都是做一場戲 都是造假的 你明白嗎 可能都是造假的 他給了每一個人 有些這樣 有利益 當這樣的時候 當這種文化風氣 這種說謊 造假 這件事 去到 荼毒我們下一代 甚至我們下一代 我們的城市 是沒有將來的 是會跟他一起 一齊 一齊 所以這件事 做父母的 是一定要很重要的 把關 但是我又明白 那種難受 就是什麼呢 其實我不知道 有幾多個爸爸 真的在聽這個節目 但是問題是 大家 只不過你去 找去回去 看看你幼稚園的教科書 依然都是有那些什麼 依然都是 我慶樂 我對 什麼 中國社會大的 什麼什麼 有的 一樣有在 其實那個陰魂是不散的 所以 他只會越做越多 還要越做越 鬼祟 越做越 黑哲 越做越滲透 務求 要你下一代 就好像那幫人 這樣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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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你明白嗎 所以 你的兒子大一點 我兒子小一點 大家都是 很難過 因為我們 現在不只是說 是不是要 維護本土利益 或者是不是要 做一些類似港獨的 已經不是說這些 而是 當上面做很多 這些滲透的功夫的時候 我們更加 好像剛才說 我們要把關 我們要利用現在 僅有的 一個 自由的空間 我們播這些片 給下一代看 然後告訴他們 不要學他們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有自己 對於 對於 世界對於歷史 有自己的看法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不只是把關 其實還要挺身而出 一日一日有遊行 大家在街上見 今天小李阿華的時間 差不多了 送到最後一首歌 也挺疼的 雖然聖誕不是那麼疼的 是《我是藍了》 夢劇院 希望大家有個快樂的聖誕 待會東平周見 換了 和蔡小針 寫下 往後 下 許我 不在心裡 不能夠 商量 我 找到 你 去 的 子 艾 你 我 不在心裡 难抵挡金色的龙 吸引多尘米墙 成为疲累落低响 再不可非因我心充满伤 千年的风伤 千年的西藏 看自由再发抑士多忙 虚荣所心坠 心灵铁酒醉 醉若人类 难民何谓对 橙黄色天空 青藍的小鸟 昏在浓内 看值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出闪光的灵不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千年的风向 千年的凄错 看自由在 黑亦是多望 虚荣所新拒 心灵吸走醉 翠若人类 难问何谓对 千年的风向 千年的凄错 看自由在 黑亦是多望 青黄色天空 青蓝的笑脸 看自由在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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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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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過往不是好起眼的士督城 今季打得異常地好 他們今個星期主場出擊 對著有賓迪基雅伙的 阿斯東維拉贏2比1 站在中游位置 我想球員都好真臨美香 今個星期老虎仔示範給大家看 上半場中段取得一個入球後 一直頂得住 就是去到完場前4分鐘 才被西布朗逼和 失去2分都不是最慘 搞到對BOSS洩氣才糟糕 這種感覺今季晚9應該最清楚 各位BABY千萬不要忘記 今晚凌晨4時 還有一場槍手主場對車仔的大戰 關乎英超前列的排位 預計都會踢到飛BRA走奶 BABY們都知道車仔今季的後防 好像穿了洞 而槍手的後防本來都算頂穩 不過經過三場球的失利 再加上上場對曼城失救6顆 今場還有後防大佬 高斯里分分鐘不踢得 後防都不太相信得過 所以這場球誰贏我就不敢說了 但入球大就真的值得一搏 不過你們要記住小賭而情之母 好 今個星期又是這麼多 各位BABY記得聖誕節玩得開心點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